你就给他不好的影响了 他心里也不符了 你喝了还叫我不喝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我们中华民族 这几千年 身为长辈都有一个态度 不能给晚辈不好的影响 哪怕实在脾气控制不住了 进门去 把门关起来 但是不要骂的声音太大 外面又听到还是影响 关起来以小孩听不到为原则 不给他们不好的影响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了 印光大师说 在家人最大的功德 把下一代教好 跟修行有没有关 有关 而 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开经济 打开来 无上甚深 微妙法 你知道 真心啊 念进去的 随文随着 这是五则天写的四句记 随文入关 百千万节 难遭遇 你看 释迦摩尼佛 远吉了 涅槃了 下一尊佛什么时候来 五亿 五亿七千六百年以后 你看没有佛的时间那么长 我们遇到了 释迦摩尼佛 一万两千年的法运 现在是第三千年而已 后面还有九千年 后面九千年 得靠我们沉船下去 不能衰败断在我们手上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成先起后 既往开来 佛法要传 中华 这个老祖宗五千年的文化要传 文化 是民主的灵魂 一个人假如没有文化的 熏陶 他在这个社会 很南部 随波 逐流 现在整个世界工业革命以后 物质极大化 不知不觉 形成什么风气 功利主义 重利了 重money了 德国的钱怎么讲 Gent 你重视Gent 你就会清道义了 情义了 人就 随着功利了 随着享乐主义了 就会中欲了 一个只想着要去享乐众欲的人了 有没有灵魂了 便行尸走漏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词叫宅男宅女 是吧 都不出门了 关在房间里玩 打电动玩具呀 玩手机呀 你看他 他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了 他好不容易得一个人生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人哦 有没有感觉做人不容易呀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 我们江一子老师画的 地狱变相图 没有看过 那下次得带地狱变相图来 这个太重要了 这江老师是 我们当前世界 艺术界的菩萨 把孔子圣基图 地狱变相图 把论语都画成 图 把七十二贤人都画出来 那个用艺术 叫化众生 其中他画地狱变相图 有 有一个井是 人皮缺祸 因为要轮回了嘛 要投胎了 守在那里的 旁边写了四个字 人皮缺祸 就是 现在只有 猪的皮 牛的皮 人皮 还没有 缺祸了 所以要当人不容易啊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 离我们 这个 这个 杜瑟多夫 最近的山是什么山 杜瑟多夫没有山啊 好 丘陵就好了 请问那个丘陵的蚂蚁有多少 哇 你一个 以穴的蚂蚁就不好算了 一个丘陵 更难算了 请问整个德国的蚂蚁有多少 全世界的蚂蚁是人类的几倍 蚂蚁只是昆虫的一种 当人能不容易 你从小就要给孩子讲啊 人生难得啊 再来佛法难闻啊 要再听 你不掌握这一世啊 又要五亿多 年以后才有啊 哦 所以我们是体会到了 那个开经济一念 百千万劫难遭遇 就会珍惜 学佛的姻缘了 而 人无远虑啊 人无远虑啊 必有境忧 一个人考虑事考虑的不深 考虑的不远啊 他慢慢就有问题会现前 这是 孔子教导 所以想事要想得远啊 不能只考虑眼前啊 那我们现在冷静观察一下 现在人 有没有身体的烦恼 有没有心理的烦恼 心有千千结哦 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 还在事业 也有不少挑战哦 那 你考虑的不远啊 这些问题慢慢都会出来哦 而且解决问题呀 你不能等问题出现了才来解决哦 你看中医讲的 不治已病 治什么 胃病 我们为什么现在问题很难解决 你问题已经出现了你脱太久了 就像身体 你稍微有症状了你去治当然好治了 现在都偷偷偷到 医生说 对不起 你只剩六个月 那你说好治吗 当然不好治了 所以我们现在 可能是太忙了 忙到啊 对自己身心家庭的警觉性 修行人要有警觉性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你一个念头 你都要有警觉性 这个念头对我对别人 是好处还是坏处 自己就越来越敏锐了 有什么症状 你就能洞察到了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祖先留的这些 智慧啊 不治 以病 自未病 不治 以乱 自未乱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团体呢 乃至一个家庭啊 你不能等出问题了再来处理啊 那还没有乱以前 亦有什么 小问题 你就能够去化解掉了 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哦 好 那要看得远哦 这个 能为啊 整个人生 比方说你为孩子在打算 你就不能只顾眼前 他考试考几分而已啦 你要能着眼他的一生啊 这看得远哦 从 诸位菩萨 现在外面有 清洁车 你们看是好事还是坏事 学佛的人事事是好事 这个车子出现了 就是考我们要专注 不受外面的影响 哇 你看 你一定下来 他声音就没了 心静自然量 所以学佛就是 不被境界转 能够转境界 这是学佛的重点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你不被境界转啊 你就转他 就像呢 成德 俗家的母亲 我现在都称他老菩萨 我不称他妈 因为称他妈呢 他阿赖耶士又种了一个妈的种子 到时候又种子又成熟又去做妈了 我现在 你看 一个称呼 就是一个种子 阿赖耶士终于一个种子 我都叫他 老菩萨 他说我要去极乐世界做菩萨 这个 那这个 我们家这个老菩萨 在成德小的时候 我要买哪一个玩具 他不给我买 我就开始打滚 在那哭啊哭啊 我这个老菩萨 动都不动 照看他的书 跟关公 看春秋一样 后来 我滚了好一阵子觉得 挺累的 地又很暖 又很冷 不滚了 他没有被我转 我就被他转了 就不能胡闹 不能耍性子 你已经有了 这些玩具了 不要再买 你看他有原则不动 我就被他转了 我就锁规矩了 不胡闹了 所以你看佛法在哪里啊 管孩子也要把佛法用上 要定功 好 那这个 我们学佛呢 就知道啊 还有未来事 所以考虑的不止这一次 还有生生世世 你看考虑的很远 所以学佛是学智慧 那我们佛门 有一位高僧 孟参长老 他有一段话呢 真的印象很深 他提到啊 人 把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再回来经营人生 心境可能会不一样了 诸位菩萨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人生最后一刻 还没有啦 有的话可能没有坐在这里啦 也有遇过啊 灵魂出窍的人喔 后来又回来了 这比较少了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最后一刻啊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最后一刻啊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人生最后一刻 别人喔 我们到这种年龄了 我看下去啊 大部分是冬天啊 今天没有看到春天的人啊 春天是20岁以上 老法师说 20岁以前是春天 20到40岁啊 是夏天 40到60啊 秋天 我看在座都是秋冬的人 一个春夏的都没有啦 秋天是 40到60 我已经过了中秋了 我两年前刚好中秋 现在52岁了 60到80是冬天 那 这个 我们已经秋冬的人了 一定遇过亲戚朋友 最后临终的状况 陈德都送过 爷爷奶奶背楼 你看最后一刻啊 双手双脚一摊 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 什么都带不走啊 看清楚了 什么 什么都带不走啊 那我们 假如几十年都在忙那些 带不走的 那不是很冤枉 是吧 所有的努力 最后 一点价值都没有 都带不走 所以看清楚了 要努力 带着走的 这个 这个人就有智慧了 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啊 还没遇到老和尚 25岁才遇到 有点晚 当时候呢 有看到一句话印象很深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带着走的是什么 夜啊 你这一生的善恶夜 带着走啊 又看到另一句 生命有限 生命就几十年就过了 惠命无穷 这个身体啊 是个工具啊 早晚是会坏的啦 可是我们智慧的 生命是无穷的 所以要努力带着走的哦 你这一生 提升的智慧 德行带着走 所作一切善业 恶业带着走 当然我们不能带恶业哦 带恶业就 咚 三恶道报到 而且啊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明白有轮回了 那你带善业走好不好 带善业走 叫三恶道报到 连善业都不带 带什么 带敬业 所作善事啊 不求善报 所有善根 新兴回向 怨生极乐世界 你带敬业 而这个敬业里面 首先把下一代教好 这是你最大的敬业 最大的功德 所以修行啊 没有离开你的家庭 没有你离开你 你处事待人接物哦 家庭就是道场哦 你服务的单位就是道场哦 执行是道场啊 无需甲骨 这个 《维摩节经》里面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哦 执行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无需甲 代表都很真诚啊 没有应付别人啊 没有扶隆别人啊 不虚伪啊 讲一句话 做一件事 都从真实心做出来 你跟子孙讲一句话 都是慈悲的心 讲出来 你当爸爸妈妈就是功德 你跟同事 新来的同事 你都替人家想 能体谅他刚到一个新单位 忐忑不安的心 去吃中餐 约人家去 让他很快融入 这个团体 你这个是功德 慈悲性 你跟亲戚朋友相处啊 别人的不好啊 你都不放在心上 不对人有成见 很真诚 这个都是功德 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处世待人接物 我们明天交流的题目 家庭工作中 落实菩萨道 这个我们明天再聊 今天 我们刚刚提到 看清楚最后一刻了 那就知道啊 我这一生呢 要提升我的灵性 我的智慧德行 然后我要积功雷德 断恶修善积功雷德 就在我五轮关系里面 断恶修善积功雷德 所以敦伦敬奋 是大道 敦伦敬奋是应光大师 特别强调修行的重点 老和尚怕我们忽略 这个重点 在下面加了三个字 是大道 闲邪纯尘 是大德 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在那里看 他的念头 他都把邪念去掉了 纯的都是真诚行 这个人有修养 有道德 我们现在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不好的念头一起来 阿弥陀佛 马上把他转掉了 这个就有德行了 信愿念佛是大行 修行要正住双修 正修就是念阿弥陀佛 住修 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敦伦敬奋 这个都是住修 所以 要信愿念佛 真信 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切愿 我想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了 轮回 路险 一不小心 没有踏好 就跌下去了 一日无常到 方之梦里人 无常什么时候会来 随时 我们 前几年 有一个同仁的 算孙子辈的 17岁 遗障碍 才能很高 艺术天分 都是 国家级的实力 但你看 无常一扑过来 几个月就走了 无常迅速 所以 应光祖师有一个妙法 死字贴在额头上 我下一刻就有可能无常来了 还在发什么脾气啊 一发不就到地狱报道了 还在 称会是地狱的影业 会牵我们去地狱 还在贪恋什么 贪心就把我们牵到 恶鬼道去 所以 时时景觉呀 无常会来呀 你就容易放下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时间要放下 所以 信愿念佛是大行 最殊胜的 修行的 行词 求生净土是大苦 你一往生极乐世界就当身成佛 最圆满的 好 那 这个 敦伦净分是大道了 我们就是在轮场里面修了 在轮场里面行菩萨道 而家庭当中 三轮 其实最合情的 是夫妇这一轮 在传统的礼仪当中 最隆重的就是婚礼 为什么最隆重 它最重要 而且呢 办了婚礼之后啊 因为很隆重 你会心里想 一次就好了 不要第二次 那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好了 社会才会好 那古人 你看在礼记呀 婚疫里面 提到了 江和两性之好 两个不同姓氏的结婚 当然现在也有同性的 但是要查一查 祖先不能太静了 怕会有遗传基因出现 上与世宗庙 宗庙就是祖先 我们要传祖先的家道下来 下与继后事 把后 成仙起后就是 结婚的意义 而且是 男女有别 而后 夫妇有义 这个赤地很重要 男女有别 别在什么 分工 一个家庭里面 有经济的重担 也有校养老人 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这个要分工好啊 你说 夫妻通通都只是赚钱了 下一代没交好 那他有很多 坏的习性 那你赚的钱不都被他败掉了 你考虑 你考虑事情 得全面啊 最重要的 夫妻要分工 一分工了 互相感恩 所以男女有别 所以男女有别 相处 相处融洽 小孩在这样的 父母氛围 成长 有父子有亲 不亲 假如夫妻常常吵架 跟孩子就不亲了 所以这个都是 连锁反应 你没考虑前面 后面就没有 所以古人这些话 都很有智慧 额后额后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然后君臣有义友 忠臣出于什么 孝子之门 他对父母都不孝 你说他会是忠臣吗 挺难的 这家里面有三个轮掌 就是夫妇 夫妇 延伸出来才有父子 才有兄弟 那整个家 能不能 幸福安定 夫妻关系决定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你要处理一个问题 要 胜于死 防伪度鉴 不治已乱 自什么 未乱 你要谨慎一开始 你不能常常都是到了一半 好后悔 不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为什么问题很难解决 你不谨慎一开始 所以你看古人的婚姻 他 很慎重 两个人的八字 看一看 这个八字 属相 是属牛的 还是属什么 这个个性会不会冲 然后放在祖宗 祖宗加持 看看合不合适 这很慎重 都要什么 门当 互对 大家不要误会 门当互对不是钱多少 思想 观念 你一个读书人呢 去娶了一个 商人的女儿 那可能不一定合适 可能 读书人都考虑一排第一 他商人的女儿都不一定了 当然 假如他是儒商 他是读古书的商人 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都不能着相 要看得深入一点 你看我们传统的商人 静商 山西的 灰商 安徽的 为什么他们生意做这么好 因为他们就是读古书 后来可能 当官的 路 比较 不是那么通 结果他到商界来 发展得很好 商界也有菩萨 行行出状元 这个不要执着 大家有没有听过 道圣和夫 这个就是商业界的菩萨 好 都要谨慎于一开始 要门当户对 所以 我们的子孙 要折偶 你们有没有教过他们怎么折偶 所以当父母要考虑的深远 这些都要教我 黄念祖老居士很慈悲 还教怎么选对象 所以你看这些高僧大僧很慈悲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你不要一修行了就好像跟人群都离开 六祖大师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人家印光祖师都教人家怎么生孩子 有没有 要念观世音菩萨就会顺惨 还教怎么感应孩子 求子 山药 你们有没有学过求子山药 这样 你就能赶来一个圣贤的子孙 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学 现在电脑方便查一下Google老师 百度老师 打印光大师求子山药 其实 重点就是感应好的孩子 第一 身体要好 保身绝育 以赔先天 因为你孩子他 他是寄托在 这个父亲母学 所以父母的体质要好啊 然后呢 要行善积德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有百事之德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啊 了凡事庆里面讲的 要敦伦 行善啊 以赔伏击 你 这一个家庭有福报 大家要知道 你找的对象啊 哦 夫妻一体啊 包含你赶来的孩子啊 他是贫穷的命啊 不会生在富贵家里 要跟他相应 为什么 他来到世间也是他的因果啊 他是 贫贱的命怎么可能去去富贵家投胎呢 不可能 所以现在的孩子不明理啊 投胎是他自己选的啦 不能怪父母 包含夫妻 福报相差 太多成不了夫妻 为什么 他人生这些福报要一起想的了 是吧 所以 方以类聚啊 物以群分啊 家庭里面也是这样的 那既然是感应来的了 那找对象啊 第一重点是什么 提升自己啊 道德 道德 福报 这是有智慧的年轻人啊 比方说 你智慧福报不够 你看上了一个 哎呀这个人不错 你挑人家 人家也挑你啊 你觉得他很好啊 人家 不接受 你这个婚姻也成不了 所以大学说 所以大学说 有德 持有人 有人 持有土 所以你先有德行 你就感召有德行的另一半来 感召喔 什么事都没有离开英国 离开感召 那黄老有提到了 你找对象啊 首先第一个 他要是个明白人 明理的 不是糊里糊涂的人 宁可跟明白人打架 不跟糊涂的人说话 因为讲不通 太累了 这第一个是明白 当然 认真学佛的最好 认真不是每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认真喔 能放下习气 叫认真 放下才是功夫 你不要越念越执着 念念念 很贪爱念佛 突然家里的人说 来帮个什么忙 冤亲在主又来了 害我不能念佛 哇你麻烦了 你贪念佛 也是贪喔 贪清净 也是贪喔 你念佛的时候很欢喜 要去服务家里人 也很欢喜 平等了 入不恶法门了 不然人会越学越分别喔 越学越执着喔 所以会不会修 老后上常说你会吗 在一切境界练不分别 也不执着 平等恭敬 平等供养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供养一切众生 叫我去煮饭了 我供养家里这几尊佛 平等 哇那你就真心就练出来了 平等是真心啊 慈悲是真心啊 所以我们在 伦场本分里面 练出真心来 这叫会修行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这老和尚教的 那这个家庭里面就变了 普贤型了 礼敬诸佛 这是明天要讲的 好 这个家庭 伦场是大道 一开始 黄老说的 找对象 第一个明白 第二 诚实 不能欺骗 第三 良善 很善良 不害人 第四 要正派 做事正派 不犯法 尤其 不乱搞男女关系 这四点 黄老说 条件 条件也不要太多 不然你就找不到了 这四点 有了 就很不错了 你不可能要挑一个完人 那你 我看这一生结不了婚 那夫妻 有这个德行 其他的互相包容 这是教我们 这是教我们找对象 而且找对象 还能请观世音菩萨帮忙 加持 观音菩萨很慈悲 什么都管 找对象他也管 生孩子他也管 但是你要如理如法去求 你自己要行善 我们认识一个同学 他真的 找对象 列了 一些条件 其中有一条 要戴眼镜的 也有列 你要列清楚 不然到时候 你后悔 观音菩萨我还有两个条件 你说你 观音菩萨说你当时候没讲 自己列清楚 我那个同学 列了 找丈夫 每一个条件都符合 佛事门中有求必要 你如理如法去求 就对了 好 这个是跟大家谈到 夫妻 那夫妻 司长老人家有教 白头偕老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这一句做到了 就能拜多谢了 所以经营婚姻难不难 难了 来请教一下 你觉得难在哪 来 这个可以互动的 我们这里不是一言堂 我讲到哪 你有 不同意见 马上可以提出来 我们是民主时代 来 刚刚说难的 来 那个麦克风 请 陈给他们 我们 把难点讲出来 才能对症下药 去解决 我觉得很难 难在哪 难 好像他要求的东西我都做完了 他还觉得好像 他很满足 然后 他就继续给我干 然后 又觉得 很骄傲 然后又在外面 这样子 就暗面说 你看 我太太多能干 是吧 对 然后就全部 留给我 他就去旅行 什么什么这样的 就不管我们 我都可以搞定了 他前世福报太大了 才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太太 好 刚刚 我们 讲到的是 老和尚的一句真言 你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所以你现在在看他的缺点 所以你的心就开始变了 我们不能做一个变心的人 要做一个用真心的人 什么是真 不变的才是真心 丈夫啊 是你的依报 家庭 是我们的依报 你认同 一切法 从心想生吗 佛法讲的 一切法 你的整个家庭 从哪里来了 从自己的心想出来了 这个道理没有佛讲啊 我们想破脑子都不知道 宇宙怎么来呢 为心所献啊 我们了解了这个真相了 总不能又回到 迷糊的 认知去生活吧 现在觉悟了 遇到彻底觉悟的 真理 你做过梦没有 有 你做梦了 梦里面 梦到 你先生欺负你 然后你醒过来之后 揍他 你在梦中欺负 我有啊 我有梦啊 我有梦到 常常梦到跟老公打架 骂来骂去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都有时候 哎呀糟糕了 骂来骂去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还有跟他打架 那怎么办呢 你看看 你看 老儿上这句话重不重要 你为什么骂来骂去 你都挑他毛病吗 他也挑你毛病吗 当然骂来骂去咯 你的念头都是他的毛病啦 梦中 也起现行咯 是吧 强者先迁嘛 不是往生的时候 强者先迁 你平常的时候 哪个念头最多 连梦里面他都起现行 对呀 要念佛 尤其要念对方是佛 不然你怎么念 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从哪里念啊 你不能 念着印光大师 开示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我先生除外 我那印光大师就 哎呀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在极乐世界本来要放光加持你 你起了一个 我先生除外 我还在加持不上 成本法师现在我 我明白了 我以后都称我先生叫老菩萨 以前我称他老头子 老大哥 所以这个口也很重 对不对 你开悟了 你开悟了 以后我都称他老菩萨真的很帮 老菩萨 对 哇那你跟他 我学了一科 我现在学了一科 对 阿弥陀佛 这个同修开悟了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 他刚刚讲话跟现在讲话就不一样了 刚刚对吗 现在称老菩萨 老和尚说的 发现自己过失啊 叫开悟 改正自己过失啊 叫真修行 你每一天都不知道错误在哪 问题在哪 那那每天继续造造业了 哦那现在 这个 我 我们 这个 体会到了 念头 你 你把他想作 佛菩萨 跟你 想他是 你刚刚讲那几句我没有听懂 没关系我没懂也不落映下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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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要受持无量受精 善富口业 不积他过 这样心才能清净 心尽 佛土尽啊 我们的心清净啊 你一定去极乐世界的 心每天清净不了 还会起那么多情绪啊 那你这个极乐世界频道接不上啊 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嘛 你得那个频道按准的 它就出来了 每天都 都是贪嗔痴 那你怎么接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能不能往生 老婆上说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我们每天都是清净的心 都是佛号 都是礼敬诸佛 礼敬家里的人 礼敬别人 都是称赞别人的好 称赞如来 煮饭的时候 心甘情愿 广修共养 你的普贤行就把极乐世界 解通了 普贤行没有离开我们的 家庭生活 好 谢谢这位同修 你看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你看他马上就开悟了 所以无量寿经就在我们当下 可以证明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而且你这个善根一起 就感应佛菩萨加持得上自己 佛菩萨虽然是同体大悲 可是我们烦恼心 他想加持我们 加持不进来 所以您这一念转 你的善根会不断增长 因为佛菩萨加持得上 我们的父母一心为我们好 我们不听他的话 他要帮我们 也帮不上马 佛菩萨要加持我们 我们不起正念 加不上 所以善根一起 知过了 两种力量汇集起来 自己的善根跟佛菩萨的加持 就汇集起来 决定可以 得日静过日少 一定可以往生的 那我们 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句真言厉害吧 所有的问题都是 你看对方缺点 没看他的优点 心 是根本 夫妻关系 只是一个像而已 真正的问题在哪 心 我们的心 你是用真心 还是用忘心 你用真心 慢慢就把他的真心 换起来 你用忘心 就把他的 你用烦恼的心 就把他的烦恼 掉出来了 治他不饿 互相影响 你的家庭是依报 随着正报转 随着我的心转 所以有 两对夫妻 住对门 一对是小草 天天有 大草 三六九 一对相处很和和 那在每天吵架的 也不愿意这样 谁愿意这样 就去请教对面的 这一位太太 这个太太就跟他说了 你们家都是好人 我们家都是坏人 他一听 你们家都是坏人 每天这么和乐 我们家都是好人 每天吵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 不是听得很懂 这个对方 看他的眼神 不是很懂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先生下班了 你给他倒了 我给我先生倒一杯水 我先生走过来 不小心把水 弄倒了 我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生是我 没把水放好 来来 我再去倒一杯 这个先生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了 弄倒了 辜负了你的好意 来 我自己去倒 这是我们家 遇到的事 都是先 反省自己 是我错了 所以我们家都是坏人 你们家都是好人 所以 这个你先生 走过去把水弄倒了 你马上 你走路不上眼睛啊 要喝自己去泡 你先生一听 你这个女人 连茶都放不好 你还在干什么 这互相指责 所以各相责 天翻地覆 各自责 天清地凝 一个心念不同 家庭的氛围 就不一样了 心决定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 学佛就是当个明白人 夫妻是缘 有善缘 有恶缘 冤冤相报 子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 不来啊 看破这个真相 但是呢 前世欠他的 可以转 我们欠他 还得痛快一点 不要跟他计较 他要我们 十分 我们给他十二分 这样哦 你很痛快的还他哦 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就给你打八折 对啊 你还得痛痛快快的 也会感动他 来打八折 你还得心不甘情不厌 他说在家利息 人的心会随静转啊 再来 我们既然呢 学佛呢 学佛叫学 的像佛 那学像佛 佛是什么 慈悲一切众生 我们人生所有的缘呢 都把它转成法缘 恶缘也转成法缘 大家有没有看过 马来西亚拍的一个电视 电影叫 聂元 没看过啊 人家马来西亚很用心拍的 有一个人学佛啊 念佛 他先生啊 就障碍他 然后还去杀猪 然后还叫他按着猪 对啊 就很不欢喜他学佛啊 找他麻烦 结果呢 他按着猪啊 就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希望猪都到极乐世界去了 结果有一天他念了 功夫成就了 然后啊 阿弥陀佛来接他了 还有很多猪也来接他了 那些猪被 因为他的助缘啊 往生极乐世界了 结果他先生啊 看他无疾而终啊 被佛接走啊 发大忏悔心 最后也出家了 哇 你看他把这个 夫妻的缘都转到 但愿人长久啊 唯有念弥陀 清倦勇团聚 一家人都念佛到极乐世界 生生生世世啊 跟阿弥陀佛去度众生啊 这是家人亲人朋友最圆满的结局 清倦勇团聚 法界逍遥游 跟阿弥陀佛到十方国度去度众生 非常逍遥 以后不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成娟 那会出不了轮回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好 所以啊 都把它转成 法源 而且 我们一开始讲 信为道源 功德母 要相信自己有佛性 也要相信一切众生 相信亲戚朋友 都有佛性 都是人之初 信本善 只要我做到真心现前了 一定会触动他的善根 所以 成居是 你先生的善根 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你的真诚 唤醒 所以老祖宗说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知 每个人都有良心 都有本善 你做做做到 最后他不好意思了 善根就出来了 好 不知道这一段话 你能不能接受 是可以提出抗议的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探讨 好 你暂时没有提出来 下午还可以提 假如我不认同可以提 因为现在吃饭时间到了 法轮未转 十轮先 够佛祖 买够抬头 这个是米南话 这个吃饱了才好 听经文法 好 今天早上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好